其實也有答案,所以之後的答案這上面都有 151這邊,打開 那你看到往下捲動在四頁的地方 這邊其實有我剛剛打的東西 在哪裡,在這裡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模一樣 我是當然不希望你們就是直接複製 Ctrl C有沒有 你如果直接把它Ctrl V到哪裡 Ctrl V到這裡,貼上的話 其實你程式就寫好了 只是說呢,我不建議說 因為這個程式主要是給各位 將來如果說你打錯了,可以比對看看 看自己哪裡有發生錯誤 OK 那接下來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做完了這個部分之後的話 那如何執行 執行的方法也很簡單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VBA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把它移到旁邊 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呢 郵標移動到這個SAP裡面的其中一個位置 按上面執行,它就執行 這個是清楚 OK,好 那可是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已經夠快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我輸出的結果 不要是丟公式 因為如果你輸出公式 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呢 你將來你會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會非常大 雖然裡面是空的 但你會看到是空的 但裡面其實是放一大串的公式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說你將來存檔的話 Excel的檔案會變得非常的臃腫 OK 而且跑起來速度可能會比較慢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學下一種 什麼 哪一種方法 就是如果今天希望輸出的話呢 直接就看到結果 而不是輸出一個公式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寫第三個 就是按鈕的話第三個 這個 那怎麼寫比較快 其實剛剛已經寫過這個嘛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複製來改比較快 我這邊先把它改成10好了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是向下追蹤 這個我還沒講到 沒關係 那我直接拿這個來複製 貼到這邊拿就可以了 那改的話你可以把這個改掉 刮鬍字串 OK 範圍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輸出什麼 輸出的話就不是公式 看你乾脆直接 把這個 輸出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空字串算 這個先把它改 其實就清楚了 OK 那問題呢 我們如果說呢 要把它寫成另外一種的敘述方法 那就必須怎麼樣 其實有點像是 是把Excel 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公式 FINE 它是用FINE的函數 可是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Excel裡面的函數 跟VBA用的函數是不一樣的 兩邊沒有相通喔 有各自不同的函數 所以喔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想 如果在Excel裡面叫FINE 可是如果在VBA裡面呢 要用哪一個函數喔 這個可能要稍微知道喔 那首先的話呢 我跟各位講 其實在VBA裡面有一個 那當然第一個問題喔 如果我想知道VBA裡面 到底有多少函數 你可以打一個VBA 開頭 電 有沒有發現喔 它會列出一個清單 那其中的話呢 有一個函數叫InStream InStream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呢 在VBA裡面 就等同於在Excel裡面的FINE 尋找 那有哪些不一樣喔 特別注意喔 FINE是先給錢瓜糊 再跟他講去哪邊找 那E3剛好顛倒 先去哪邊找 再找什麼資源 這個地方不同 所以你顛倒一下就可以 其他的話呢 我們來看 首先怎麼用 錢瓜糊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去哪邊找喔 去哪邊呢 那我們大概就找 A欄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你去幫我在A Sales 這個儲存格的第幾個 第I列 那當然從2啦 所以先找趙大棚 逗點 錢瓜糊 不是 錢雙銀號A 指的是到A欄裡面幫我找 所以特別說 InStream 找什麼呢 在 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找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逗點 豆點呢 跟他講說 我要找錢瓜糊 然後呢 後瓜糊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InStream就找完了 可是特別注意 我看 那我找完之後 在VBA有個好處 你可以把位置記下來 所以你前面加一個變數叫A好了 A 等於 找到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A 就會 幫我 假設第一個是沒有 第二個的話 就3 所以A裡面會是3 那一樣 我們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把這一行 再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你可以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B好了 B是什麼 找後瓜糊就好了 B的話 找後瓜糊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找什麼 找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A 裡面就放3 那這個後瓜糊 B的話就放9 所以呢 如果我有A跟B的話 那接下來我可以怎麼做呢 輸出的話呢 那我可以什麼 用剛剛類似的原理 就一樣 特別說 VBA裡面 他如果要切割字的話 一樣叫MID 名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MID MID的話呢 後面 那我就瓜糊 他會跟我一樣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第一個 Shring 意思是說 你給我你要切割的資料 切割的資料在哪 在A欄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放在Sales的 I列的 習慣這樣 把這個拿來改一個塊 所以有 拖拉加一個Ctrl鍵 就複製貼上 其實就Ctrl-C Ctrl-V 有沒有 我的資料呢 在對應的A欄裡面 斗點 斗點 Star E 是哪個字開始 哪個字開始 那這A的位置加1就好了 有沒有 前瓜糊位置 加1 斗點 Next 就幾個字 幾個字 後瓜糊在哪 後瓜糊位置 B嘛 減掉前瓜糊位置 會多一個字 減1 這個公式有沒有 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後瓜糊一下 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In3 等同於 這個剛剛函數的φ Mid的話 用法一模一樣 但是If a 我們還沒用 那怎麼辦呢 特別是說 會有一種情況是 什麼 如果當那個 A跟B裡面是空的話 又找不到前瓜糊 那它裡面會是0 如果是0的話 假設我現在執行 我先清楚 假設我執行這個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你按真錯 這行錯 哪裡錯呢 Mid有沒有 這裡面 趙大鵬沒有瓜糊 所以 找到A裡面 會是0 0加1 從第一個字 到幾個字 你會發現 0 減掉0 再減掉1 那就-1 -1個字 有這種嗎? 所以錯就錯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跟各位講 以後的話 蠻重要的部分 你要做邏輯判斷 那當然呢 VBA裡面 沒有像那個 Excel裡面有If a 但是它有If 如果什麼 如果 A 假如什麼 特別是跟他講說 如果他等於0的話 那不要進到這個邏輯 那相反的 如果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 記得是小於 跟一個大於 不等於0的時候 什麼意思呢? 因為如果A等於0的話 那表示沒有找到前刮戶位置 那不等於0 表示有前刮戶 後面空一格加一個RAM 然後 RAM做什麼呢? RAM的話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把他往上移動一下 再讓他判斷一下 那判斷的話呢 我建議各位可以按F8 他會跑下一行 你會發現 他這個時候 因為A現在等於0 所以這個邏輯FALSE FALSE的話意思是 不能夠進到下面的敘述 所以跳過 跳過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 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前刮戶的部分 那就不會提取刮戶資料的部分 所以我底下 把他全部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有刮戶部分的話 他就提取 如果沒有刮戶的話 他就跳過 OK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總共呢 這裡面的程式 大概就會增加這些程式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重點 大家回顧 1 1.3 指的就是尋找 找找看有沒有前刮戶 把他找到的位置 放在A 但是如果沒有前刮戶 A會是0 OK 那所以底下我們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那特別注意 邏輯判斷 在未來 你在執行 任何資料處理的時候 會非常重要 等於是說呢 如果你不希望用人工來判斷的話 那你可以寫一個 一個邏輯判斷 試一下這部分 那如果剛剛的程式 假如說 你一下子記不太起來的話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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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